台62甲線快速公路 最高速線60公里 當中還有接近2公里的路段 假設限速40公里的區間測速 堪稱是全台灣速線最低的快速公路 甚至還不如平面道路 到底這條根本就快不起來的快速公路 當初是怎麼規劃的? 台62甲線快速公路 正式名稱為基隆港東岸連外道路 顧名思義就是為了服務基隆港東岸的車流 特別是往來港區的大貨車而興建的 雖然是在2013年通車 但是整體計劃卻可以回溯到1980年代 基隆港的發展得利於三面環山的地形 以及位處台灣島東北側的地理環境 1896年日本人登陸台灣之後 開始大力建設基隆港 要讓基隆成為跟日本本土連結的重要口岸 同時將大量的台灣物產輸出到日本 這樣的建設成果使得基隆港 在1960年代以前穩坐台灣第一大港的寶座 但是從1960年代開始 國際的航運業走上貨櫃化的趨勢 也就是把貨物裝進固定大小的櫃子裡面 達成模組化的效果 讓碼頭裝卸的效率大大提升 而在這個趨勢之下 貨輪的尺寸也隨之增大 以搭載更多的貨物 不過從日本時代開始修組的基隆港內港 水深只有9公尺 再加上航道狹窄 要聽靠貨櫃化的貨輪有相當大的難度 因此往外圍擴張 就成了繼續發展的唯一方法 在東岸已經有二沙灣大沙灣正兵 等等聚落的狀況下 新屁建的貨櫃碼頭優先選擇在西岸的外港 以填海照路的方式 設置兩個總面積達24.6萬平方公尺的突堤 合計可以存放4646個20尺標準貨櫃 1964年往來基隆跟台北的麥帥公路通車後 為了配合西岸突堤碼頭的設置 直達西岸外港的西岸高架橋 跟著在1974年完工通車 讓貨櫃車可以直接避開基隆市區 經過幾次的改建及增進貨櫃碼頭工程 基隆港在1980年代登上了全球第七大貨櫃港的寶座 而國際上的貨運往來同時快速增長 使得基隆港經常出現塞港的狀況 不只碼頭無法及時消化一艘艘的貨輪 連外的公路同時面臨擁塞 再加上除了西岸有高架橋直接聯絡外港 其餘的貨車都需要先經過市區道路 才有辦法抵達高速公路 港區跟市區的車流混雜 對於基隆港的發展也帶來負面影響 於是從1981年開始 台灣省政府開始研拟基隆新港的建設計畫 要在基隆港的西岸外海 也就是基隆港到外木山與港之間的區域 興建總吞吐量跟既有基隆港相當的擴建港區 而一旦基隆新港完工開始營運 勢必會對基隆既有的交通造成衝擊 為了因應這樣的狀況 港務局提前進行基隆港東岸 及西岸港區聯外道路工程 以及基隆港跨港大橋的相關規劃作業 在這幾個項目當中 西岸港區聯外道路算是最順利的 由於大部分的貨櫃碼頭都在基隆港的西岸 再加上1974年通車的西岸高架橋 歷經多年的重車行駛之後 已經出現嚴重的結構問題 被判定成圍橋需要拆除停用 因此配合國道3號的興建 港務局在1994年也同步進行西岸港區聯外道路的工程 從外港的突堤貨櫃碼頭作為起點 穿越三座隧道之後 直接在基隆交流道 無縫接上國道3號的主線起點 完工之後編列為神道台二極限 但是卻由高工局養護 成為目前唯一一條由高工局管轄的神道 相對於西岸是以填海造路的方式 新設置貨櫃碼頭 東岸則是把一部分的碼頭改建 由處理散闊貨改為處理貨櫃 使得東岸的基隆市區 也開始出現大量的貨櫃車穿梭 港務局因此希望比照西岸的模式 規劃可以繞開市區的聯外道路 最開始的方案是以第二貨櫃中心 也就是現在的東岸貨櫃儲運廠作為起點 直接往南穿越1.1公里的隧道後 以高架方式跨越填寮和河谷 接著在行經2.2公里長的隧道 抵達暖暖地內的終點 銜接台二丁線瑞巴公路 由於當時還沒有台62線萬里瑞兵快速公路的計劃 因此貨櫃車需要先經過暖暖的一小段平面道路 才能繼續接上國道1號八度交流道 興建路段的長度為5.5公里 與途中的東明路設置單向進出閘道 不過這樣的規劃卻會近距離經過基隆女中 也就是穿越一小段的基隆市區 需要拆遷進百戶的民房 1991年計劃公布之後就引來民眾強烈抗爭 希望路線可以盡量遠離人口籌密區 港務局為此規劃了4個替代方案 第一案是從第二貨櫃中心出發之後 往東繞過美的世界社區的北邊 接著往東南抵達深澳坑 再往西南方向轉 接上台二丁線 全長8.1公里 第二案從第二貨櫃中心出發後 往東南方向經過美的世界社區南邊 接著往南穿越天外天墓園 在四角亭接上台二丁線 全長5.7公里 第三案的北段跟第二案相同 南段則是往西南方向轉 在地內接上台二丁線 全長7.4公里 第四案則跟原案相似 不過南端改接上暖暖過港路 利用既有的暖江橋抵達台二丁線 全長5.3公里 而這幾個方案的路線長度 基本上都大於原本的規劃 可能會影響貨櫃車駕駛改道的意願 而且基隆瑞芳一帶 有不少過去開採金、銅、煤等等的礦坑 改線後的隧道總長度都會增加 工程難度可能會隨之提高 再加上路線遠離基隆市區之後 無法設置直接服務市區的交流道 也會讓連外道路的效益降低 因此港務局仍然認為原本的方案最好 在這樣的狀況下 基隆市政府決定自行委託美國的顧問公司 規劃另外的替代方案 並且在1993年正式公布 路線大致上接近港務局提出的第二替代案 但是比較彎繞 總里程來到5.9公里 而拆遷戶數從港務局原版計劃的近百戶 降低到只需要10戶 粗估還可以節省10多億元的經費 然而港務局對於這個方案卻沒有太大的關照 反倒是把目光轉向了基隆市區 想要利用國道1號末端 銜接填寮河沿岸跟中正路的東岸高架橋 在往北延伸1.6公里 直達第二貨櫃中心 但是由於東岸高架橋是利用旭川河岸加蓋 使用多年後已經被列為圍橋 再加上貨櫃車常態性超重行駛 港務局又不願每年出資養護 因此基隆市政府反對延伸的方案 還是希望港務局另外興建東岸港區連外道路 最後到了1997年 交通部決定採取基隆市政府提出的替代方案 要求港務局繼續辦理興建作業 接著在1999年港務局提出還評 但是還評委員認為需要再針對斷層、礦坑等方面 進行更詳細的調查 直到2002年才正式通過二階還評審查 不過實際開工日期確實要等到2005年 經過8年的工程 直到2013年才宣告全線完工 在這段期間裡面 台62線萬里瑞兵線快速公路已經完工通車 也因此新設置彼此連結的交流道 由台62線往北到東岸貨櫃儲運場的路段 編列為台62甲線 然而東岸港區聯絡道路的實際工程終點 卻一樣是在台二釘線上 而這1.5公里的路段 直到現在都沒有被編列進公路系統中 但是即便北段被公告為紅盾牌的快速公路 最高速線卻只有60公里 還有長達2公里的路段速線只有40公里 不只遠低於其他的快速公路 甚至低於招降格為普通省道的台63線中頭公路 或許也是當時不斷改線必然出現的結果 至於在兩條港區聯外道路之間 在1980年代時也曾經有過新建跨港大橋的計劃 要讓被基隆港切分開來的東西岸地區 可以透過跨港大橋減少迂迴進入基隆市區的路程 當時計劃採用雙塔斜張橋的方式新建 橋面進高60公尺 兩塔之間的跨距達570公尺 並且在西岸的中山寺路 東岸的中正路及中正公園設置聯絡閘道 但是因為粗估新建經費至少需要100億元 遠高於兩條港區聯外道路的總和 因此遭到擱置 然而由於東岸港區聯絡道路的計劃遲遲無法定案 使得貨運業者傾向使用西岸碼頭 造成東岸的使用率遠低於西岸 於是在1994年 過港隧道的構想被提了出來 粗估經費將會低於跨港大橋 然而施工期間卻會需要封閉部分碼頭 港務局因此持保留態度 直到1999年 港務局才又決定再次辦理過港隧道的可行性研究 然而隨著位在巴黎的台北岡啟用 再加上基隆新港的計劃正式遭到放棄 即便後續的都市計劃裡面 仍然時不時會看到顧港隧道的身影 但卻都沒有實際興建的動作 近年來隨著基隆成為台北的外溢人口 主要移居地之一 為了粗節港區交通而蓋了聯外道路 反而成了新開發社區的通勤要道 這些可能也都是1980年代 基隆港快速發展的時候 所預料不到的狀況吧 照片駛